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阳说理美 我是长阳老师 如果想通过技术直接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活 生物科学和应用就是首当其冲 那么在这个领域 生物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 这两个专业是学生物的人首选的两个专业的方向 今天我和邹毅忠老师总结了 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 生物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的区别 就包括从就业 专业介绍 研究方向 专业选择 还有如何增加录取机会 来给大家来介绍这两个专业 首先咱们讲一下就业 在美国 美国劳工统计局每年发布这个数字 它在2020年5月 它发布的是生物工程师和生物医学工程师 他们的平均年薪是92,620美元 一般都在这五个领域来工作 第一就是导航测量电子医疗控制仪器 就比如说像西门子这些大型的医学仪器 第二是医疗设备和用品制造业 第三是物理工程生物科学研究和发展 这就是偏重研究的 还有是健康和社会援助 还有是学校和大专院校 他们这几个行业的平均公司 这都列出来 那么生物工程师和生物医学工程师 他们主要的在美国雇佣的前五个州 主要是加州 马省 德州 宾州和佛罗里达州 美国它第一个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成立于上世纪的60年代左右 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 但是这个方向 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的 一个非常快的成长的一个领域 美国劳工统计局估计在这个领域的就业人数 在2019到2029这十年当中 平均的增长率是5% 高于美国其他的领域的平均水平 所以它的未来的职业是比较好的发展 那么后面还会讲到 这两个专业都是非常需要专业的学习才能入行的 你说我没有学过生物医学工程 我想去到医疗设备公司去找工作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讲它的专业的介绍 那生物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 它名称可能很相似 在应用范围当中 它有一定的区别 但简单来说 生物医学工程 它是生物工程的一部分 只不过 生物医学工程 它把生物工程 学科和理论的实践 更加的偏向于改善人类的健康 那么我们先说生物工程 它生物工程是在工程实践当中 应用生物学的研究 那么它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它涉及比如说内容 包括农业 包括制药 包括自然资源 食物 另外它也涵盖了一些 医疗当中的应用 生物医学工程比生物工程 更关注这个领域 但生物工程也有这方面的应用 生物工程它应用于不同的行业 它有包括像医疗保健 它并不是只应用于医疗的目的 生物医学工程就不一样 它的重点 就是比如生产可以用于各种 这个卫生健康的领域的新仪器和这个流程 它在所有的这些工程领域中的生物医学工程 可能对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的产生最大的影响 对吧 那通常它是致力于解决这个生命科学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像起泊器 像人工心脏 像人工这个耳窝的植入 还有这些都是生物医学工程它创新的这些结果 那还有就是比如医疗 还有外科的工具 比如像专门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套件 对吧 那么它也是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范围 那生物医学工程它还致力于 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提高这个自然过程的这种功效 比如说像组织再生和细胞扩散 那生物医学工程师 它几乎所有的这些领域都要涉及 所以生物积学工程 我以前跟很多学生家长说 它是又要懂生物 又要懂医学 要懂工程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学霸聚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好 下面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几个大学的它的研究方向 对吧 你看这里有宾大的 硕士 匹大的 UCLA的 这是生物工程的 那生物医学工程我们看 这个各大的研究方向 还有CMU的 还有这个波士顿大学的 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有很多呢 是交叉的 对吧 它都是这个生物相关的这个学科 那么它这些学科呢 它是更多的关心呢 知识和人类健康的这样的这个相关性 对吧 咱们说比如像宾大呢 它的这个方向呢 就比如有这个生物医学数据和计算医学生物医学设备 还有像神经工程学 还有呢 是这个生物医学的它的成像和这个辐射物理学 这是生物工程 对吧 那它也是涉及到很多的这种医疗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像CMU的这个方向 对吧 那么它有这个像生物医学工程 它就有心肺工程 有生物材料和大米技术 对吧 还有神经工程 还有医疗器械和机器人 对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CMU呢 它的这个机器人 还有这个认知科学 都是排名相当不错的 所以他们这个呢 有不同的这个偏向 那么呢 在这个领域呢 大家要注意呢 在选择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细分呢 非常非常的深入 所以呢 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 它确实呢 有点这个隔行如隔山 它不像我们前前讲的 比如说像数据科学啊 数据分析啊 那么它你进到这里呢 它区别不太大 那在这边呢 比如说它有的叫这个医学影像信息 和这个像这个生物力学呢 这两个就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方向 所以呢 你在申请这个学校之前呢 就是一定要做好 这个研究工作 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开设 它是强项 好 那下面就涉到这个涉及到专业选择 那生物工程师呢 他通常是专注于这个理论 那这些理论呢 可以用于自然科学当中 不同的领域来解决问题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呢 它更偏重于实用 特别的是在医疗健康方面 对吧 那如果你有这种大的想法 创新理论 这个框架感兴趣呢 那么呢 你想用它研究生物学 那么呢 你可以选择生物工程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想比如创造或者操作这种先进的生物技术 这种产品来利用 你有这些理论呢 比如是改善医疗的这种健康的领域啊 有新的这个医疗的这种仪器啊 那么呢 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可能就是首选 生物医学工程 它排名比较高的学校呢 就比如像 约翰霍普金斯 艾姆里大学 麻省理工 伯克利 加拿大圣地亚哥 像斯坦福 杜克 宾大 密扯根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那么开设生物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呢 这些方向比较早的学校呢 比如有杜克 有凯茨七处 有约翰霍普金斯 还有弗吉尼亚大学 那这些学校的这些方面呢 它还有强的竞争力 那么还想说一点呢 就是能开得出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 这些学校一般都是非常强的学校 所以呢 你是基本上是这种一类的研究性的 这种学校 那怎么来这个申请录取增加录取机会 对吧 那么呢 如果你是想读这两个专业的话呢 那么呢 你这学生呢 要选择 比如像机械制图啊 计算机语言啊 生物学啊 维基分啊 这些课程 那同时呢 这个也要有这个丰富的这种课外活动 比如说科研经历 或者呢 在这个会议呢 发表论文的这样的经历 还有实习 那这些都是能够比较好的增加你的这个竞争力 那么学校企业呢 它比较希望看到学生的这种五个方面能力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分析能力 因为我在设计产品之前呢 这个生物工程师 生物工程师呢 都必须要对吧 它评估这个患者客户的这样的需求 第二就是要有比较强的沟通的技巧 因为这个生物工程师和生物医学工程师呢 它有时候要对这个病人啊 客户啊 它一起来工作要交流 而且它经常在团队当中的工作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沟通中呢 能更好地表达自己 还有就是创造力 那生物工程师 生物医学工程师 它必须有创造性 因为在这个医疗设备方面呢 有很多挑战 它要有这个创新 还有呢 就是数学能力 对吧 这两个专业的工作呢 都需要使用 比如像微积分呢 还有其他的这些数学统计进行分析 还有这个设计和故障排除这些方面 再有一个呢 就是要有比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生物工程师 生物医学工程师 它经常要处理很复杂的这种生命系统 对吧 那么它必须能够独立工作和别人呢 一起将想法呢 放到这个解决过程当中 所以呢 就是我们就看到呢 就这两个专业呢 其实呢 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非常强 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那么它的就业也很好 就业前景也非常的广 但是呢 它的需要综合能力呢 是需要比较强的 对 行 那我就希望呢 这个视频呢 对想学这个生物工程专业 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个学生呢 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那2022年这个申请机马上就到了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提早做好这个准备 行 那今天视频就讲到这儿 希望今天内容呢 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在留学美国 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 就业指导方面有任何问题 或者呢 遇到被开除啊 劝退啊 这些疑难杂政 都可以私信我 我的团队呢 会尽量的为你来解答 那么 欢迎呢 报名本周末的这个 美国游戏的这个产业 相关专业的讲座 那么我呢 会给大家来解读游戏相关的 比如游戏设计啊 电镜啊 就eSport 动漫 人机互动 艺术管理 这几五个这个专业的 他的这个申请和就业的 一些情况 那么报名呢 就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 这个评论区的链接 最后感谢你 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